大S再婚 韩星 聚俊叶一事惹怒S妈 据台媒报道 自从大S公开婚讯后 S妈数次受访表达愤怒的情绪 认为自己是被女儿封锁消息的妈妈 大S对她隐瞒再婚是不尊重人 昨日 聚俊叶从韩国抵达中国台湾 即将与大S见面 S妈也没好气地表示 要是大S不跟自己道歉 自己就不会见新女婿 还指根本不认识这个韩国人 相信大S肯定也看到了妈妈的喊话 以及她的不满 但大S却一直没有发声回应 直到3月9日 S妈通过社交软件连续发文两篇 炮轰 聚俊叶被媒体大肆报道后 大S的经纪人以及小S 才出面回应母女冷战一事 双方态度也都是希望母女两人 能够私下处理好 毕竟都是一家人 没有过不去的坎 但是大S本人却一直都晋升 在S妈发文后不久 台媒便采访到了她 她透露目前大S 仍然没有给她打电话 也没有与她沟通 但她想到是自己的女儿 只表示不打就不讲了 有事再打吧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 没关系 小事了 对于是否愿意见新女婿 S妈指这些都不重要 她同时感谢媒体对女儿婚事的关心 看来S妈的心情 应该还需要时间去平复 但愿她们一家 能够对大S的婚事处理得当 此前据报道 居俊叶受访表示 这次会在中国台湾待两个月左右 与大S完成结婚登记后 就会带大S到韩国生活 但目前看来一切并不容易 S妈应该也是考虑到 两人异国恋 未来有很多不确定的艰难因素要面对 可能才如此担心和生气吧 据韩国媒体报道 大S与居俊叶婚后 很难为了其中一方 在韩国 或者中国台湾定居 因为南方近期推出的新作品 反响超好 刚上市就被受空 收入很客观 要她长期待在中国台湾相当艰难 毕竟现在还有疫情 做空中飞人的话 势必要付出难以想象的时间 与金钱作为成本 这就是所谓爱的代价吧 而大S的工作重心在中国台湾 更关键的是 她的一双儿女也在这里 如果她将孩子带去韩国生活的话 对子女来说 也是很大的转变 未来两人要如何去平衡这些事情 只能等待南方隔离结束后 再做商议 从报道分析的原因来看 的确都是大S夫妇需要面对的事情 勇敢爱的同时 更重要的是勇敢去做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大S在婚后首发声 透露附和内情 离婚后 南方主动关心 感情回温 3月8日 据韩国媒体报道 韩团库隆成员 居俊叶 宣布于45岁的大S再婚 居俊叶是在个人社交账号 发布长文宣布的 居俊叶长文内容如下 听到她离婚的消息 我找到了20多年前的那个号码 联系上了她 万幸那个号码没变 才让我们重新联系上了 已经错过太久时间 不能再浪费了 所以我建议结婚 西元也终于接受了 在消息曝光后 大S的闺蜜吴佩茨 在南方IG写下了祝福的语言 可见大S再婚一世 圈内的好友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来龙去脉 大S与王小飞去年11月22日 才刚刚宣布离婚 如今才三个多月时间 大S就与初恋再婚 并且也是闪婚 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 据韩媒报道 他们已经在韩国完成了结婚登记 并且南方将很快前往中国台湾 与大S见面 并在这里也一起登记 据悉 南方是大S的初恋 20年前两人就曾相恋 聚俊叶比任何人都了解大S 并且对于他内心的坚强非常欣赏 直到他离婚后 立刻与他联系 时隔多年 感情仍然于当年一样保持强烈 于是两人相互许终生 决定登记结婚 不过由于疫情原因 取消了举办婚宴的打算 再婚消息传开后 大S本人也转发了老公的IG 承认再婚 并且写道 人生无常 我珍惜当下的幸福 感谢一切让我一步步走到现在的人 并且还填喊老公为欧爸 随后 大S工作室也发文证实他再婚的消息 应该是想要得到大家的祝福 据南方受访称 将会前往中国台湾 与在这里的大S度蜜月 之后会返回韩国 但是并未透露 大S是否会一起回韩国定居 据悉 巨峻夜曾在二十年前交往过一年左右 巨峻夜比大S要大七岁 今年五十三岁 当年 大S将他视为偶像 非常迷恋 强烈追求过他 在交往期间 大S很是投入 又花时间 又花精力 维系这段跨国恋 可见对巨峻夜就情很深 此前 汪小飞曾多次被传 与女星张盈盈的新恋情 但她都多次否认 如今大S却突然再婚 让不少吃瓜群众都无比震惊 官宣再婚消息后 很多网友也都关心 为何二十年前相恋的两人 会突然复合 并且还登记结婚了 大S经纪人受访回应称 大S透露是 离婚后 男方主动关心 感情重新回温 而对于喜讯突发 他指 惊吓到大家了 不好意思 接下来说 大S老公将前往 汉玉饭店隔离 据爱妻住处仅两公里 价格房间曝光 3月8日 大S与巨俊叶 突然宣布结婚 震惊娱乐圈 据台媒报道 为了尽快 与新婚妻子见面 巨俊叶 于3月9日 前往中国台湾 3月9日中午11点9分 巨俊叶 所乘坐的班机 抵达机场 据悉 他到达后 将立刻入住 防疫旅馆 隔离10天 不过 巨俊叶此前曾受访称 能够与妻子 在同一片天空下 就感觉非常幸福 等候在机场的媒体 捕捉到了他露面的照片 从照片来看 巨俊叶头戴帽子 一身休闲打扮 看起来还是很显年轻 他按照防疫规定 从通关楼梯走下 准备进行相关检查 有黑色轿车 停告在黄宇中心 准备接他前往 防疫旅馆隔离 等隔离结束后 他就可以与大S 夫妻团聚了 巨俊叶此前 曾在采访中表示 想到要与20年未见的 大S见面 心情十分紧张 据台媒报道 巨俊叶目前乘坐 防疫出租车 前往信义区 防疫旅馆 在他坐车离开之前 还很绅士地 向拍摄的媒体 招手打招呼 点头示意 被称赞 热情又有礼貌 巨俊叶很配合 机场人员的工作 给大家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 此前 曾传巨俊叶到达后 会否前往 汪小飞的 S.Horton隔离 但目前看来并不会 巨俊叶所入住的 是距离大S豪宅 新域区 防疫旅馆隔离 去台媒 晒出了该宾馆的照片 据悉 这家饭店名为汉域 入住1万8000元台币起 人民币1782元 隔离10天的话 至少需要花费8万元 约1.7万元人民币 而重要的是 这里与大S的住处 仅仅相距两公里远 想必大S也是考虑到 她从韩国前来 住的距离自己家境点 也方便联络吧 大S官宣婚讯之后 台媒访问了她的妈妈 以及妹妹小S 对于大S的婚讯 S妈可谓是一头雾水 完全被女儿的操作 蒙在鼓里 无奈直言 我是被封锁消息的妈妈 还称大S一直都很叛逆 据台媒报道 刚刚知道此事时 S妈一度气到血压飙升 需要吃酱鸭药 但是如今目已成舟 相信S妈除了接受新女婿 也没有别的选择 小S则是对姐姐的再婚 表示祝福 而前夫汪小飞 一直都没有回应 前妻再婚的事 台媒尝试给汪小飞打电话 却万万没有想到接通后 她一听到西元二字 就匆忙挂线 看来 汪小飞完全不想去回应 大S再婚一事 所以干脆直接挂断电话 拒绝受访 大S本人在昨晚凌晨 也再度受访 称自己已经退出了演艺圈 现在再婚一事 已是生米煮成熟饭 见面后的感觉会否幻灭 也都等到先爱了再说 对于大S再婚 网友们的评论也都保贬不一 但无论如何 希望大S开心快乐就好 但愿这一次 她真的能够找到真爱吧 单列ε 水 quedar 放心 好 心果 律 务 路 何